金門主帳最近要考慶山山的記事館 規定說 十六歲以上對黨來課 管長跟有議員是都認為說 未新年的孩子不適合在主帳工作 金門主帳是公調說 工場裡面是禁止喝酒 萬十六歲對黨報名並沒有違法 也說台灣有這麼多官司 都已經有相關的案例 降二十五公斤的高粱 轉了超五十公斤 還要把三包分別有四十公斤 當A高粱報告另外一位 凡是完成才能夠合計 金酒酒康生山山 剛才的技術館 竟然不少少年人來報告 為了拿到穩定的工作 打拚的聯繫 工作的收入比較穩定 十六歲來考 你覺得適合嗎 十六歲 十六歲 太年輕 太年輕也不適合 不過金酒酒康技術館的年紀 是十六歲以上 他們去外界地移入 因為讓美生年等時間點 在酒精這麼多的酒餐工作 可能影響身心健康 基本管長 但負海認為不合理 要求金酒要說清楚 不過金酒也改適 請來禁止喝酒 整個槍匙也拿不到酒 金酒表示其他管市包括統市 高雄市新北市政府 酒庫穿個隊員 都同意年末十六歲報告 不過學者認為酒驗 讓無法有規定 不可以有年紀的侵蝕 不過讓美生年在酒精 工作 稍微造成看法不好 優勝金酒的形象 他的骨骼還沒有發育 因為很健全的情況 等一下 長期扛重物對他來講 絕對是不好的 可能會壓縮他的脊椎等等之類的 為了符合社會觀感 我們是可以把危險性這個工作 做一個比較寬的 重寬的去認定 認為這種以扛負重的東西 也叫做危險性 新編龍表示 報告需要更多做鐵齡齊齊 代表鋼造鋼受傷有風險 建議金酒可以明定鋼造有危險性 只可以拜託十六歲以上的人來報告 割十八歲再符合規定 比免正義輸行 記者 中華報道